写了一个分割好了 这个模组名称 一个叫合并一个叫分割 分割的话就是我 如果假如我 已经在那个什么 在我的TEMP 里面有一个O.TST 我现在这个里面全球园区第十 里面应该是空的 理论它应该打开应该是空的 没有东西 我这个动作是我希望能够把O.TST 分割到这里面来 它变成25个档案之后 最后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直接怎么样 再把O.TST砍掉 这个就不见了 所以我最后在这边加一个 OS.Remove 再把这个给砍掉 所以最后做出来就是类似这样 执行一下 这边里面空的 我执行完之后 没有错误讯息 这里面要有25个档 OK 然后呢 TEMP底下的这个O.TST 就不见了 相反的回到前面这个合并的话 没有 那我是希望说呢 执行完之后 没有 它里面的 也可以怎么样 它会把25个档变一个O.TST之后 最后我再补一个 再把这里面的所有档 通通删掉 通通删掉 这个我刚刚没写了 不过写蛮简单的 你就是拿上面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两行一模一样 把它贴过来这里 这个意思就是说找到 它目录里面的所有档 后面补一个O.TST 它里面的档案 就把它铃目掉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的话就把这25个档 先合并出一个O.TST 然后再把里面的删掉 执行一下 里面错误讯息 O.TST有 而且是应该是86K 那里面的话应该是空的 对 所以 最后我希望做出来结果就类是这样 一个合并一个分割 所以将来你希望一个总表你就合并它 如果你要个别的 那你就把它分割就好了 OK 最后这个地方删除的话很简单 其实你就直接拿什么 拿这两行 所以这两行 我有讲过 O.TST 如果你要取得某个目录的 所有的档案的话 那就这两个OK 它就会把所有的档案 档名跟副档名 你一律放在这个List1里面 你只要中刮胡第几个 所以 里面的话你想要再删掉的话 就是OS 点remove remove remove的话就删除 这边remove用选了 OK 哪个档案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所以你open的这一串 其实你就把这一串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这个其实指的就是那个档案 OK 那刚刚我是去开那个档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档删掉 OK 所以如果把这个执行 它就分割了 把这边25个档有 那我在执行这个 它就会帮我把那个25个档又删掉 OK 还蛮快的 等于是如果你现在要做个批次处理的话 这档是还蛮应该不算太难 不过基本上看起来城市越来越多 不过很多其实都是 从刚刚的城市衍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多的隐习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没有因为这样满足 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的练习 合并 第二个分割 第三个呢 合并到Excel 没有 所以我希望后面的话这边就加Excel OK 那如果分割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Excel里面分割 那所谓的分割就是 我可以把25个档放在一个总表里面 有没有 那就简单了嘛 所以你说要怎么样 把25个档通通放 其实很简单 就append 还记得吧 上礼拜练习的那个范本 上面三行嘛 然后中间就append 有没有 最后就save 有没有 所以三行贴过来 然后append append的记得一定是一个串列 然后最后记得save它那个档 有存档 但是这边有25个档 所以如果你假设 25个档有点复杂 没关系你先存三重 所以上次有那个 你在从三重衍生 应该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做完可以放在25个档一个总表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再改成 分成25个工作表 三重一个 中立一个 25个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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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个等于是合并跟分割 其实 程式不算太冗长 不过基本上都是前面讲过的观念 待会我们再来讲 如何把合并这个部分 变成合并到esale 分割也是分割到esale ok 刚刚是合并到o.tst 文字档 所以把它改一下